我們請部長 部長還有我們很多部級同事 過去我是同事 現在只是角色不同 我們目的都是一樣 希望能夠對台灣的邦交跟外交 能夠有所推動 看完這個報告之後 我只希望部裡面不要只是報喜不報憂 也不要只是西線無戰事 不會 我們講外交有時候就是一個戰場 我們一定有競爭的對手 那外交部的報告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中共在國際社會上 對我們打壓的情況 部長 過去一年來中共對我們有沒有打壓 有打壓 多不多 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 那為什麼報告裡面都沒有提呢 這個部分事實上 如果委員有需要 我們可以把相關的資料給你參考 你已經提供給我了 有了是 有至少在去年一整年 我統計一下 超過兩百多件的打壓事件 那報告裡面完全不提 這個部分最主要 現在對於我們整體的外交工作 或者對於我們跟這些友好國家的關係 我們看出來 就是事實上影響並不大 影響不大 那我們TPP的問題也好 Re-Asset的問題也好 自由貿易協定受阻的問題 跟中共都沒有關係 有些有關係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克服 那事實上我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才講說不要報喜不報憂 中共對我們打壓是存在的 是存在 民進黨存在 民進黨執政時期 每年都會公布 在網站上公布 中共在國際社會 都有打壓的交往活動的勢力 對不對 對 可是國民黨上台 馬英九政府時期 就把它全部從網站上拿下來了 我們現在還在做這方面的匯總 網路上已經沒有了 當時拿下來的考量是甚麼 當初 為什麼不再公布 為什麼在網路上不再公布 中國大陸對我們國際打壓 那個時候我沒有再當部長 我不曉得當初 我們佩玲知道嗎 或是國傳史 大概跟你們無關了 那時候是新聞局了 我們很了解 馬正宏可能不想得罪中共 或不讓我們國人知道 中共對我們打壓 所以在網路上 把相關中國打壓的訊息 都拿下來 這跟外交部無關 我知道那是上級的意思 我們對外都還是有說明 我想任何委員 或者任何媒體 如果問到我大陸有沒有打壓 事實上我都會說有 對吧 這就是對大家的問題 就是說 外交部把這個當作內參 也不讓國人知道 那事實上覺得說 好像西線無戰事 只報喜不報 這是我擔心的問題 因為國人如果 沒有優換意識 如果我們外交部同意 沒有優換意識的話 這是我們外交最大的危機 部長同不同意 同意 我想我們部裡面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 談這個報告本身了 這是3月7號的報告 我們希望能夠最及時的 反映國際政治的現實 因為外交訊息萬變 上個禮拜 安理會通過一個 2270決議案 您知道嗎 知道 最重要內容是什麼 我想最主要 還是針對北韓的議題 對我們有沒有影響 我們初步當然會很關注 因為這個畢竟跟我們 關注而已嗎 對我們有直接影響 部長 不是 我們也有呼應 過去我們就有 沒有只有呼應 我們呼應 我們請常市長上來好嗎 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決議文對台灣的影響是什麼 我想大概就是 我們在這個 這個東北亞這個地區 我們針對這個安全議題 我們要扮演 要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這樣子嗎 市長幫你 市長幫你給你聽 安理會制裁朝鮮所決議 在金融貿易技術各方面 削弱北韓 和跟導彈事外的能力的一個決議案 裡面提到 所有國家應該檢查 包括機場港口等等 本國境內 通過本國過境的船隻船艦等等 另外很重要 所有國家均應該禁止本國國民 或者使用它的懸掛的船艦飛機 從朝鮮購買任何 鐵礦煤黃金等等相關物資 這個國人知不知道 有關於這個金貿的部分 我們國貿局事實上 是有在做同一個 外交部有沒有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也知道 那國人知不知道 國人的部分我想我們可以 國人知不知道啊 這麼重要的決議 影響到台灣所有公司也好 個人也好 的可能的 甚至影響台灣形象 部長 我了解 當然因為對北韓的制裁 其實不是從這個決議 我知道 可是這是20年來最嚴重的制裁 這個是一個加強 而且更嚴重 更嚴厲的一個制裁 那如果國人 我們會 如果國人因為不知道 他透過某種管道 日本商社等等 土町管道 買到這些國家的東西呢 我想在經貿方面的 我們會來跟經貿部門 再來做一個溝通 我想事實上都會做一些準備 我們跟北韓之間的貿易 我想各方面的互動 其實在做去這幾年 其實非常的少 所以我還是強調一下 就是說國人有權利 也應該知道這些相關的訊息 是的 不要認為說這個不重要 而且這個報告裡面 完全不提這個重要的決議案 OK 好 接下來我們談談 那個總統出訪了 這叫酒安專案 但媒體在開玩笑 這叫欠安 因為那個酒 永遠看得像欠的樣子 我先問一下 你剛才提到這幾個邦交國 包括瓜地馬拉 還有貝里斯 還有三聖的幾個總理 等等 我先問一下 我們蔡總統當選要就任的時候 這個大典 有沒有要瓜地馬拉總統來台灣 有邀請 所有的 所有的幫邦交國都有邀請 總理 有沒有邀請San Kids總理 都有邀請 有沒有邀請Vincent 都有邀請 有沒有邀請San Lucia 都有 有沒有邀請貝里斯 都有 那這裡都會來嗎 不一定 那我們現在 如果都會來的話 那馬英九還去幹嘛 如果都會來的話 馬英九去幹嘛 我的了解就是 剛才我特別提到 貝里斯的 只有貝里斯 那其他沒有 只有貝里斯 現在並沒有明確的訊息 如果他們都要來呢 那不歡迎 當然也歡迎 他們都要來 馬英九還去幹嘛 現在不曉得 他們會不會來 所以我們講 先敲定吧 如果他們都要來參加 蔡總統的就職典禮了 我們馬英九 總統還在去 羅遠 其實元首之間的互動 我想不是那麼單純 我當然知道 我們現在已經有幾位 願意來的 對 包括這幾位 目前沒有 對 如果說今天你評估之後 如果這幾位要來的話 那總統馬英九就不用再去一趟了 不是 目前因為沒有這方面明確的訊息 那我們知道已經有一些邦交國的元首 會來參加蔡總統的就職典禮 這個已經還在作業當中 所以我們剛才講過 任何國家元首就任 禮貌性當然會要所有的國家 就好像瓜地馬拉的新總統 去年選完之後 一月就任 他也要我們總統去 總統去不去 不見得是基於邦交考量 有很多國內考量也有可能 那同樣道理 當我們蔡總統要就任的時候 也會邀所有的國家元首來 這些國家也有可能會來 有可能 我們還在聯繫 所以才強調 如果說這些國家總統有可能來的話 總理有可能來的話 馬英九也不必然要去 因為邦誼從新總統開始 也是可以推動的 都可以推動 那我們也考慮到 其實蔡總統上任之後 也不可能一下到很多的邦交國去了 對呀 所以未來還很多時間 要找到一個特殊的活動 要找到特殊的這個event 他能夠去出席 那我從外交的嘗試 部長我請問一下 這個Marias新任的瓜地馬拉的總統 從他的角度 從你邦交國的角度來講 他比較願意跟新總統交往 還是跟舊總統交往 即將離任的總統 不 我覺得 其實馬總統去也是老朋友 我知道 但是老朋友 新總統去當然更重要 我覺得這兩者之間 其實我們要維持一個平衡 但是外交都很知道 當蔡總統就當選之後 很多國家駐台的代表大使 都急著要見新的總統 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跟新的政府交往 才是真正外交的重點 外交官的工作就這樣子 重點是跟新政府 要有延續性 老朋友還是朋友 是輕重的問題 我想對 像美國舉個例來講 其實很多卸任的 高層的政要到台灣來 其實我們都很歡迎 我覺得這個 我們也歡迎 我們沒有什麼歡迎 馬總統這次是在任內出訪 我覺得 但是我剛才提過 剛才陳委員也提到了 在過去的例子裡面 從來沒一個總統 在看守時期 或過渡時期出訪的 李總統交給貶政府的時候 他也沒有出訪 那段時間 然後貶政府交給馬政府的時候 那段時間 他也沒有出訪 這是唯一 你當然可以說 今年郭主席比較長 四個月 所以可以出訪 那次大概是兩個月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沒有任何總統 在過渡時期出訪的 所以新的總統就任之後 我當然知道 高層互動 多多少少是有幫助 但外交資源 有限的情況之下 如果能夠給新總統 更多的空間的話 這不是很好嗎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這次出訪 不論到瓜里馬拉 到任何地方 要不要簽公報 不會 有沒有任何的共同聲明 也沒有 有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新的協議 不會 有沒有新的承諾 也不會 那去幹嘛 不是 現在最主要就是 他這次到中美洲議會 他有一個公開的演講 中美洲議會 到瓜里馬拉議會 還有瓜里馬拉的國會 中美洲議會 剛才報告裡面提到 是在全會演說對不對 是 全會演說 我們看一下那個網站 雖然我不會西班牙文 但是我努力去看了 Parlamenta Tentro Americano的網站 很抱歉 他沒有英文版 13號出訪 14號15號 在瓜里馬拉對不對 是 16號離開 17 18在美國 對不對 是 那個曹市長 幫我翻譯一下 Commissiones 什麼意思 就是議程裡面 14號 Commissiones 委員會 然後 Assemblea Penania 什麼意思 全會 全會 只有禮拜 17號18開全會 14號到16號 都是什麼 委員會 總統去委員會 去301 紅樓301 演講 還是有另外再召開一個 大會 他有一個 Special Session Special Session 他特別有召開一個 Session 這就是我關心 我們總統去 人家應該很歡迎 他們的網站上面沒有自自未提 議程上面也沒有 謝謝委員的提醒 這個我們會去了解 我今天早上抓的網站 人家的議程裡面 沒有總統 要出訪 前三天 總統到了時間 還是所謂委員會 他們真正的大會是什麼 17號18號 他有一個Special Session 會做這樣 這個我們來做 你看他們網站上面 沒有任何宣傳 我們總統要到 下禮拜要去了 幾號演講 他是15號 15號演講 部長可不可以承諾 承諾 是 我們會來做 總統要去要不要宣傳 應該要 他們所有的News Press 的這個資料 他們所有的這個事件的公告 議程上面都沒有我們 我剛剛提到 就是總統不但到中美洲議會 也會到瓜地馬拉的國會 我知道 但是你最重要還是 所有國家代表在的這個 總美洲議會 當然我們會來做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會來改善 美國到 這個總統到美國之後 會見美國 除了AIT之外 有其他官員嗎 我們會 會有這個聯邦的參眾議員 會到 Houston還是洛杉磯 在Houston 洛杉磯應該都有安排 有任何公開的演說嗎 不會 所以就僑見 主要是在僑見 有僑宴 那一方面我們跟美國的政要之間 也會用電話的方式 或者說用會晤的方式 那我了解在 美國在飯店裡面打電話 就有些比較重要 他有可能在東外沒辦法過來 可能會有一些聯絡 那一方面就是在Houston 或者在洛杉磯 都會有美國聯邦的 眾院或者參院的議員 會有機會見面 我還是強調一下 總統出訪 他一定要他的正當性 必要性 破解性 但從這次的規劃裡面 我坦白講是有點急就張 我也知道外交部只是一個執行單位 真的是所謂國安會 或上面交辦下來的 但既然要做 就把總統出訪 最大的公用要發出來 但是我們反對任何新的承諾 新的這個政策的主張 這個我跟委員保證 絕對不會有新的承諾 因為年度的計畫 我們就是按照 那如果有了部長 你要不要負責 負責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下一位